BANDAI是不是開始知錯 還是發現自己的經營模式有些問題 不斷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奮道 今天我們玩回這隻遊戲 Gundam Breaker Mobile 無驚無險又到星期三 今次更新好像多了很多活動推出 我們逐個逐個看 第一件事就是公告 很難得地有一個叫2020春季活動 凡在這段時間燈入 玩家就會獲得春季扭蛋券 和春季任務券 即是有兩種不同類別的券 一期由3月4日至3月27日開始 這個春季扭蛋券就是代表一個十年抽 嘩 它寫到一百年扭蛋 那不就是十年抽 但是都是好的 好那方面想 官方無緣無故在春季活動 推出了十年抽送給大家 total就十天 十天的十年抽 這個春季任務呢 就是要有一個春季任務券才可以挑戰 中方搞什麼呢 又送十年抽又搞復刻活動 是不是可以開始明白到 這隻遊戲太佛味 所以推出很多不同新的活動 給玩家 這個復刻創快祭就是為期四個星期 就可以獲得過去創快祭中登陸的高達模型 簡單來說就是吸你的禁 四星配件以滿等登場 四星提供的比例設定比一般更高 那即是怎樣 那這一句的意思就是 你雖然這個Pool是復刻創快祭 但你有機會都是抽回其他的四星卷 不是100%中 只是機率有少許提升 嗯... 等下看看機率 第一周就是獨特獸 第二周就是自由高達 第三周就是溜高達 又溜高達 第四周就是EZ高達 另外就是 一個春季硬幣交換鎖 那即是扭蛋員 又會有這些硬幣給大家去換 Skip 之後就是 新的機體呢 新的駕駛員 OK 今次更新就有少少特別 嘩 還有這件事 出得創快祭 不少的是什麼 HELLO晶片特買 嘩 有些親愛的觀眾 你有優惠啦 接下來呢 又有HELLO晶片給你買 哪幾位觀眾不多說 自己心知啦 我想你們都一定會買的 這個優質HELLO晶片 好 那我們 看看雙城先 好 雙城方面當然是看他的HELLO晶片 看一看他 1600HELLO晶片 10年抽就58元 今次就多了一個新的優惠 188元 5500粒晶片 好像幾划 188元 嘩 兩倍 兩倍價錢 原先的 5400 318 今次188 可惜啦 我不會中伏的啦 有玩家有愛就不要錯過啦 之後就交換鎖啦 交換鎖 大家就記得換這個膠粒啦 那我就換了啦 還有一些 新的銀幣交換鎖啦 分別就是機體啦 齒輪 道具 又有這個扭蛋勳章 看看成就 今次活動 都是打回不同難度 的次數 就獲得這個覺醒回路 那沒什麼特別的 都是 所以大家記得打啦 看看先禮物箱 好 看看禮物箱先 那他有個更新特別禮物 就是 雙子擴張券 標準扭蛋券5張 覺醒回路一粒 之後就有這些叫做 春季扭蛋券 上面看一看今次活動 對了 被創造的視作機 又是有情境對戰啦 那今次就多了這個春季任務 那春季任務 對了 就可以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要金幣 一個就要強化配件 那我想呢 大家金幣都應該 都應該 存到滿了蛇的了 所以呢 我們都主要打回這個強化配件 消耗1日圓和一個卷 那直接開始吧 不用想 武漢肺炎的究極體 好 我們出戰啦 這關也很容易效 哼 我擺明是送給你的 好 mission clear 好了 那又打完了 OK 嘩 嘩 打完了會有Hello晶片啊 嘩 發心了啊 官方搞什麼 是不是因為復刻的時候 為了給大家補一補子彈去抽回這個獨角獸 所以 派這麼多Hello晶片給我們 嗯 不錯不錯 之前彈你彈得多 今次 算吧 不怎麼罵你呢 那我們不如試這個 十連抽吧 反正官方禁罰心 看看一些機率先 0.06 又是廟亡到飛起的數字 唉 有沒有機會中好東西呢 對啦 那希望大家這個十連抽都可以中一些紙件 中不中 拜拜 哇 全綠件 唉 唉 看完這個獨角獸創快祭的顯示比例 有贈品送 我贈品就是剛剛那顆 春季 嘩1% 還要夾雜其他的 四星件 這個Pu服不服呢 自己想啦觀眾 自行判斷 好 那今次更新呢 都有幾多東西推出了 還有都送的東西都幾多 那我們去到最後一個環節了 就是看一看這部新的活動機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呢 原來活動機體呢 左上角你見到有兩個 分章的圖案 原來它是可以 可以塞兩個 訓練所獲得的 那個強化配件上去 那如果加成了的話 我覺得它的數據 有機會都會提升了 但是當然啦 我又沒有那麼多時間研究 但是如果那些活動機體的EX技能 實用過一些 四星機呢 那我有機會寧願 可能塞多幾件配件 給它總實際 這個當然就有待研究 那我們回來先 就看一看頭部 頭部素直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很明顯不是玩射擊機 加上這招技能呢 就是屏障姿態 又加一些射擊的防禦 詞匯又是極大之扣分位 高達系加電腦式城 又是電腦式城 唉 哇 那我新的內疚力都非常之高 有1433 其他數值上又沒有什麼特別 令檢特性自己屬於高達系的時候 弱化EX技能效果 提升 16% 那這個呢 其實是給弱化的時間 但現時環境就不實用 所以這個新都可以避免 好看隻手 嘩隻手部其實 不適合用 可以考慮給射擊機用 因為它那招EX技能是攻擊力提升 可以提升自己的格鬥攻擊力 和射擊攻擊力 就這樣看個格鬥攻擊力這麼低 一定不適合格鬥機用 但射擊攻擊力如果大家想有些Buff上 我覺得這隻手呢 大家也都考慮得過的 但是最大的幣處又是磁匯 高達系加士 他食城 所以這隻手就一般搬 那隻腳呢 能力就是內角力圈高 那靈體特性屬於S機的時候 中距離射擊攻擊力威力提升14% 這隻腳反而我覺得值得去換 值得換的原因是 可以給射擊機有輔助的零件特性 例如S機的時候 可以加中距離射擊攻擊力威力 其實有點像重砲手的腳 所以這隻腳我都會覺得 推薦大家去換一換給射擊機用 我們看看背部 那背部這招美洲斯曼弓呢 其實是地球高達那招技能來的 連續斬向對方幾下 是屬於威力B加 但是你說實用性高不高呢 我又覺得一般的 那如果大家玩格鬥機的時候 缺EX技可以考慮一下 那磁匯又是扣分位高達 加士區食城 那整體來說這隻背是一半的 好 那到了一支步槍 那步槍其實有點像 缺頭高達的步槍 又是屬於S機的時候 加上職業計量表 增量提升13% 那如果之前有幾個活動機體 都類似是這個零件特性的 大家亦都沒有換到 我覺得這把步槍很適合大家去換的 特別是玩格鬥機的玩家 還有是屬於S屬成的 那另外那支火箭炮都不用想的了 只有2300攻 你零件特性只加個裝彈數的速度 那所以就是skip 好 另外就是這支步槍 步槍呢 看數據又是扣分 但是零件特性有用 六害狗力60%以上的時候 特殊射擊威力提升25% 雖然你只要零件特性射中 但是只有2300 相差成1000的射擊攻擊力 我都是不推薦大家去換的 好了最後就是這個盾牌 那盾牌方面其實都不推薦的了 那你零件特性不實用 詞匯又組不到 那你能力值又不是偏高水平 其實還差過那時候Mk2的盾牌 所以那個盾牌都可以skip 可以 好啦 接下來有個懶人包給大家參考 好啦 那我們就看完今次的活動啦 那今次更新呢 比預期中多東西 推出了這個春季任務 和一些春季的扭蛋 那可以獲得的精石 都比之前的活動多了 但是呢 他又推出這些復刻的活動 很明顯又是想脫水的 但是呢 脫水之而他都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 就是推出了這個 優惠購買哈佬晶片的服務 只需要用半價的價錢 就可以賣到這麼多個哈佬晶片 給大家去抽蛋 身為有課金的你們 你還不快點去抽 和買了他的哈佬晶片 次數只限一次 買完即止 好 那我們這條片去到這裏結束 明天我們繼續介紹新的 彈池機體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按過訂閱 我們下一條片見 拜拜